就在铁达尼沉船之后两年 那一年是1914年 有另外一艘船沉了 叫艾尔兰女王号 当时她从加拿大要到伦敦去 在船上大概有1400多名乘客 而在这个当中呢 好几百人都淹死了 他们大概只救了400多人起来 可是这艘船沉没的时候 跟铁达尼河很不一样 它沉得很快 14分钟完全进到水里了 根本连要救生艇下水的时间都没有 在这艘船上 有很多生意人 有很多有钱人 社会名流 这艘船上刚好有170位 是救世军的青年领袖 他们要到伦敦去参加救世军的一场特会 他们沉船的时候也在晚上 他们的船舱刚好就在人家 储藏救生衣的旁边 每一个孩子呢 马上抓了救生衣穿上之后 就跳到水里去了 他们很有幸 整艘船只有400多人存活 当存活的人被救上来之后 就去找这170位青年领袖 一个都找不到 他们每一个都死了 他们就很奇怪 就调查这个事 这170个年轻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招聚这些存活的人一起开会 这些人开始分享自己的故事 他们每一个人讲的故事版本都一样 有些人青年见证 有些人亲身经历 都讲同样的话 一个年轻的男孩 一个女孩 游到我身边 把他救生衣打开 脱下交给我 自己舍命了 当已经没有救生衣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做什么 他们知道自己时间有限 海水太冷了 仍然在海水中游着 问每一个人说 你是基督徒吗 带领这些人信耶稣 为人祷告 哈利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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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eventually every one of them died 到最后 这170个孩子 每一个人都死了 there was a a man a survivor 在存活的人当中 有一个男人 he told this story 他讲出自己的故事 他讲出自己的故事 他是一个很强壮 高个儿 很健壮 全身有刺青的男人 他说当他在海水里的时候 一个年轻女孩 17 19岁左右 游到他身边 脱下自己的救生衣 交给他了 他借下 当然先穿上嘛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 他说我是个大男人 怎么能拿小女孩的救生衣呢 他就游回到这女孩身边 把这个救生衣还给他 这女孩就问他 你是基督徒吗 他说我不是基督徒 他说我不是基督徒 他说 do you want to be a Christian 你要不要去做基督徒 没有 我没有预备好做基督徒 他说女孩生她的气 拿着的救生衣 丢回到他面前 跟他说 他说 我死比你死要好 我死了之后能上天堂 你死却没有天堂的盼望 你必须要活下去 这个男人 眼中带着泪 他说那个晚上 我被救了两次 一次从水中救起 一次从最终救起 他将生命交给耶稣 我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忍不住要想 在我们的时代 能看见这样的时代吗 因为我每次听到父母亲抱怨 就是年轻一代的人 太自私了 为什么没有看见 一个世代像这些年轻人一样呢 我就更深地去挖 想做更深的调查 他们都是救世军的青年领袖 救世军是古威廉这个人创办的 在当年救世军是非常大能的 他们真的是让人得救恩的军队 等到1912、1914年 William Booth was very very old 等到1912、1914年的时候 布威廉自己已经年纪非常老了 每一年布威廉会写信 发给世界各地他救世军的军官们 他年纪越大 他写的信内容就越来越短 就在他死之前 他发出的最后一封信 只有一个词 那个词就是他人 他人 为他人而活 年轻人为他人而活 别为自己活 为他人而活 现在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有的年轻人 因为上帝活 为他人活 今天 100年之后 有没有全新的一个世代 愿意舍下自己生命跟梦想 为他人而活 我相信会有 我在新加坡看见了 我知道台湾也有 a new generation living for others 新的世代为他人而活 in this nation in your church in your city wherever you are God is calling for saldi的忧生 saldi的忧生 adio che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